欢迎你们 能听到就行 我刚刚才到 现在在车上 听得清就行 感谢点赞 欢迎你们 我现在 不知道 怎么办了 一定小心 也没什么 不用不用 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这本来就家事 不要搞得 本来他们就是一家人 如果我再去报 那个什么什么 影响多大呀 我们本来就少数民族 所以 所以你们知道的 对吧 本来我们 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怎么能那样去做呢 那样子事情就烙大了 以后更麻烦 你们觉得对吗 先来帮我点点赞 欢迎你们 感谢你们 不用 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不怕 受什么伤呀 现在法治社会 谁能把谁怎么样 是不是 我不管的话 谁来管啊 对不对 小燕 刚开始跟着我一起 做这个网络 然后他舅舅肯定是看到了嘛 然后现在 这样子 我不出来管这个事情 谁来管呢 你们觉得对吗 所以你们也不要说什么 抱帽子 叔叔或者怎么样 那本来就一家事 我先处理 如果处理不好再说呗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没事 我不怕 感谢点赞 帮我点点赞呗 把人气标的灯牌亮一亮 叫小军一起 不用叫 不用叫小军 我先处理处理不好了 然后再说呗 你们觉得对吗 你们不用担心我 不用担心我 帮我点点赞呗 我刚刚才到这个县城这里 对 你们不要带节奏 就说那些 有些话 我怕我被关小黑屋了 对 不用担心 我知道 然后那个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我现在 在我自己 叫小军吗 不用叫小军 没事 瘦了是吧 刚刚他舅舅 刚才带他买衣服 感谢点赞 欢迎你们 进入直播间 帮我点点赞 我网络不卡就行 两家人把灯牌和人气标 都亮出来 因为我很久也没有开直播了 小燕的话 关键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 我 联系不上他 就是现在他 我联系不上 打电话不接 我想了想 还是把直播打开吧 让叔叔阿姨你们都看着 不然到时候 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就拿着手机 不是吧 那个视频我看了 他舅舅 他舅舅今天带他去试那个衣服吗 我看到了 两家人我们把赞赞点到10万 欢迎你们 别舅舅说了 什么控制 没那么严重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我既然回来了 我就会想办法 解决好这个事情 好不好 你们不用担心 帮我点点赞 晚上好 录视频 等一下你们全程把视频录着 感谢你们送来的人气标和灯牌 两家人把人气标灯牌都亮出来 请问你快点 一定交上小军 小军我现在也联系不上 小军你现在在不在我直播间 如果你在的话来连个麦 如果你在我直播间 我不知道小军现在在不在直播间 打电话也不接 你们一家人真是 怎么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呢 小军在开直播吗 他什么意思啊 他妹妹出事情了 他也不管吗 他在直播吗 他在直播吗 没有是吧 在不在我直播间呢 手机给他舅舅收掉了 小军他 他在外地是吧 小军没有直播 我不来管这个事情谁来管吗 说说阿姨哥哥姐姐们对不对 我现在我谁都联系不上 我大老远的 我从乐山开了几个小时车过来 小燕我也联系不上 小军我也联系不上 也没有人跑到我直播间来 联一个麦 什么意思啊 我用什么身份管 哥哥呗 我不管谁来管啊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说对吗 难道小黑粉来管吗 我不帮小燕谁来帮 我们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 我这个事我管定了 是不是 我不管谁来管 他19岁 现在联系不上 你们如果看到直播 能不能到我直播间连个麦 让我不要那么担心你们 我现在一个人都联系不上 真的 我管定了 我这个人 我不管出什么事 我就管定了这个事情 因为有了小燕 才有了今天的打尾 没有小燕 也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一起这么久 一起风风雨雨过来 他舅舅现在出现 就要把他嫁给别人 可能吗 怕你吃亏 我不去吃这个亏 谁来吃呢 小燕那么小一个女孩 才19岁 你们觉得打尾做的对吗 我不管我是小燕的哥哥 小燕的朋友也好 那你快去 我联系不上 我怎么去 我怎么知道他舅舅住在哪啊 我联系不上啊 现在小燕也 现在小燕也联系不上 小军我也联系不上 我不能联系他舅舅吧 打草惊蛇 直播间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把人气标和灯牌亮一亮 谢谢你们 在小军家里 然后我现在开始直播 我有 找小燕的爸爸 小燕 在不在直播间啊 他舅舅那么说 小燕又骗我 小燕骗我什么 他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没有小军的手机号码 刚刚打过 那个V 那个他没接 号码我没有 感谢点赞 找爸爸对的 小燕或者你 你如果看得到我直播 你就开直播 我现在头都大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真的 我现在头都大了 我看到小燕了 小燕来我直播间了 等一下我粘他 喂 卡吗 我不卡吧 小燕 啊 你在哪啊 你在哪啊 嗯 我在 我在之前你住的那个房子 我怎么联系不上你 打电话你也打不通呢 喂 他刚刚在旁边 刚刚舅舅在旁边 他怎么去我 我之前租的那个房子 他怎么 你们怎么一起去了呢 啊 他不是这几天天天天我在他家 他家里吗 然后 然后今天我就跑过来了 然后他说我愿意待在这 那就一直在这 然后他就把你那个锁换了 然后就一直让我待在这 你舅舅在旁边吗 喂 他刚刚打了电话出去了 你这样子让我担心啊 我发的视频你看到了吗 我都没有注意看手机 你现在能不能开直播啊 可以啊 他现在不在你家里 你把直播打开跟我连过来 你把直播打开给我连过来 快点把直播打开 啥意思啊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小燕把直播打开哈 我网络有点不好是不是啊 我知道你们不用担心啊 叔叔阿姨哥哥姐 不用担心 你们不用担心 等一下 小燕你把直播打开 稍等一下 是啥一个 你们不担心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我就过去接小燕 我这次我就把小燕带走 你们说好吗 就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了 这什么人啊 这一亲戚都是 真的一个个的见钱眼开的 没有钱这一辈子活不下去了吗 感觉就是这样 自己不知道努力赚钱 小燕 你声音也小 你调大一点 可以了吧 可以了 他把锁换了吗 对啊 他重新换了个锁 我之前不是跑过来吗 然后他说 我愿意待在这就 一直待在这 那我交个 我交个开锁的 重新把锁打开 我来接你 然后我们走吧 不用啊 待会儿他回来又看到你 你出的来不现在 现在 怎么了 怎么了 要不你 要不你 你回去吧 回哪里啊 待会儿他回来又看到你那个 他看到就看到呗 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 我不想你跟他吵呀 我跟他吵什么呀 我不跟他吵 你怎么那么软弱啊 小燕总是这样子 我没有软弱啊 我只是不想让你那样 为了我去 你要把手机扩好 我今天开了几百公里车 然后过来 我现在在车上 就在楼下 你能不能下来 然后跟着我 我带你走 好不好 我跟你一起 他到时候又要找过来 是吧 他找不到我们 他找不到我 他要回去找爸爸哥哥 你不相信他哥哥吗 没有 没有不相信你啊 那就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我跟他讲 我上来接你 你不走的话 你跟他讲不通啊 抱什么 都是一家人 我不想事情闹大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所以没有必要去抱那些什么 什么那些 你们也别带节奏 这样对账号有影响的 我就想着 让你们知道事情真相 所以我就 直播开着 不用发定位 我就在楼下 你怎么想的吗 你跟达伟哥说 我不想因为你 因为我这些事情 之前就是因为这些事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带你先回爸爸家好吗 不用啊 不回爸爸家 回爸爸家 他到时候又找到爸爸家 他又不是找不到爸爸家在哪 那事情总要解决啊 你想 嫁给别人吗 不想 我也不想 那我回去了 我不管了 你 你如果这样子 那达伟哥不管了 好不好 你一点都不听我的 没有不听你的呀 只是我不想让你 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在帮我 你听我的 你下来 我带你回爸爸家 他能把你吃了 还是怎么的呀 你怎么总是那么软弱 小燕 硬气一点行不 有什么好害怕的吗 那就下来吧 我就在楼下 你要不要下来 如果你不 那我下来 那我下来吗 这样子 你不要上来 你不要下来 我上来 你把门给我打开 我今天就等你 舅舅回来 没事 你不要怕 好吗 就不走 今天等他回来 我也在 那你上来吗 你听我的 等我上来 等我上来 我上来 我开着直播上来 你不要挂 我电梯我不知道 有没有信号 可能卡一下吧 等我 等我 我可能有点卡卡一下 可能 上来了